茅台酒销售公司总经理曾强斌坠亡 知情人 太压力太大了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 上述高管系酒销售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曾强斌 其于2021年12月7日坠亡 年仅49岁 至于其坠亡原因 红星资本局书里发布的年报发现 茅台销售公司近年主要财务指标增速逐年下滑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表示 茅台销售公司的人员 特别是作为总经理 其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截至发稿时 贵州茅台在未对外发布任何消息 茅台销售公司为上市公司 贵州茅台的重要非前资子公司 贵州茅台持虎95%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持虎5% 天眼查显示 曾强斌目前的职位为茅台销售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知情人是向红星资本局提供了一段视频 从视频来看 2021年12月7日早上8点左右 曾强斌从仁环市自家四楼的窗台处坠楼身亡 红星资本局从其他目睹现场的人中 证实了这一噩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 自己在曾强斌手中租房已有十来年 对曾强斌很熟悉 他是我的房东 我在他和他小舅子共同拥有的房子中 租了部分房间用于开店经营 事发三天后 他还参加了曾强斌的追悼会 此外 红星资本局还了解到 曾强斌走后几天 他的老父亲由于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也悲痛离世 对于曾强斌的印象 有多名知情人透露 他为人低调 脾气温和 对工作认真负责 是个工作狂 他经常加班到凌晨 有时候还会带着同事到家里加班 曾强斌很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2018年视察宝珍国际酒业公司 在贵州茅台集团的官网上 曾强斌只出现过一次 2017年11月 他与贵州省道珍县中信镇镇长一行开展座谈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 曾强斌出生于1973年 人环市茅台镇人1993年8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等职位 天眼查显示 他还曾担任过河南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等 3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至于曾强斌坠楼的原因 对于很多人来说 飞天茅台一瓶难求 销售公司似乎没有压力 但红星资本局梳理贵州茅台 2017年至2020年年报发现 年报显示 茅台销售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 注册资本为1000万 王小维为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截至2020年底 该公司总资产787亿 净资产512亿 截至2021年6月底 总资产下滑至599.8亿元 净资产下滑至317亿 2017至2020年 公司分别为498亿元 625亿元 728亿元 822亿元 营业利润分别为301亿元 416亿元 499亿元 591亿元 分别为224亿元 309亿元 373亿元 442亿元 从上述指标来看 2018至2020年 营收分别增长127亿元 103亿元 94亿元 增速分别为25.5% 16.5% 12.9% 营业利润分别增长115亿元 83亿元 92亿元 增速分别为38.2% 19.9% 18.4% 净利润分别增长190亿元 64亿元 69亿元 增速分别为37.9% 20.71% 18.5% 这一意味着 该公司营收及净利增速 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与此同时 对此 白酒行业菜学飞向红星资本局分析称 贵州茅台整个企业的销售规模 在高速增长 但是销售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增速却在下滑 这 所以贵州茅台要推进销售渠道的改革 要用市场的方法管控价格 重新履顺厂方和商家之间的关系 增强茅台销售公司 对市场的掌控能力 从而获取更强的溢价能力 提高利润水平 有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 曾降斌坠亡后 茅台集团方面曾前去探望 但目前没有其他实际表示 他们可能怕这件事对公司影响不好 随后 红星资本局多次致电茅台方面 但截至发稿在未联系上 对于此次坠亡事件 四川人后律师事务所律师陆青青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按照规定 要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及其衍生品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上市公司才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世均律师 也与陆青青池同样观点 他告诉红星资本局 另外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知名公益律师赵梁善表示 据贵州茅台此前发布的2021年预告 初步核算 2021年贵州茅台 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090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约11.2% 立即实现规模净利润约520亿元 同比增长约11.3%左右 截至1月14日发稿 贵州茅台股价为1876元每股 市值23572亿 此外 令人诡异的是 天眼查APP检视 在2021年12月8日 也就是其坠楼的第二天 曾祥斌新任职新疆国酒茅台销售 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对此 红星资本局拨打了新疆国酒茅台公司的电话 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 已需要向总部核实为由挂断了电话 赵洋善认为 如果属实的话 说明贵州茅台有作假 隐瞒之嫌疑 可能就面临相关处罚 但在陆青青看来 也可能是信息差所致